大家好,我是李田硕 在成都也可以欣赏到湖景的沉暖蝶杖三清水秀 它就是位于简阳的三叉湖 三叉湖又名三叉水库 是成都最大的琥珀,四川第二大人工湖 从成都自驾40分钟可到 或乘地铁18号线三叉站 换东十三路马鞍山观景台直达 三叉湖的蓄水量是杭州西湖的三倍 鸟看三叉湖 这里有113个孤岛和160多个半岛 登上游艇票价80块钱一个人 吹着微风可见成群的海鸥 这里群岛密布 在岛屿间穿梭 浏览壮观的湖光秀丽 三叉湖拥有长达240公里 蜿蜒曲折的湖岸线 被成都人亲切地称为西部千岛湖 当游客欣赏三叉湖的秀美风景时 很少有人知道在修建三叉水库时 湖底沉没了一座千年的古镇 湖边可以顺着公路登上马鞍山观景台 登高望远 三叉湖的美景尽收眼底 体力足够还可以继续攀登到山顶的丹顶山天空之眼 走一走让人惊心动魄的玻璃栈道 之前视频第71集有分享过 傍晚在湖边看夕阳西下的落日霞光 夜晚三叉湖在灯光的衬托下 天府之国的夜明珠更是流光异彩 美轮美奂 如果走累了还可以在这里品着咖啡 或者到三叉镇品尝牛奶白的减羊羊肉汤 在三叉湖可以爬山 观鸟 赏花 骑行 露营 烧烤 钓鱼 乘坐游艇体验速度与激情 平日里忙碌的人们 周末或者假期可以安排来一次湖边度假一日游 一定会让你不需耻心 关注我为您分享更多成都的精彩